大家好 现在阿拉斯加的红参已经经过两天 泡发现在开始 用开水给它煮开煮半个小时 在煮半个小时之前已经给红参每个的泡肠清理干净 然后把它的筋一定要给它剪断 避免泡发的时候影响它苦涨 每个都给它剪开 全部剪开剪断 这样的话不影响泡发 这样开始 开始组织 组织之前一定要用矿参水 纯参水 接下来烫鱼水 一定要没过这个海参 烫鱼水 参加水 鱼水 牛鱼水 系装全面 开萝尔鱼水 只是组织 最后可以煮辱鱼水 可以切成鱼水 先切开萝尔鱼水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水分 可以用它做任何一种 任何一种方法 这个煮汁的工程 一定要有充足的水分 现在的水差不多了 可能还要再加了 这个不够 一定要超过它的一半 最好是两倍的水才可以 我这样再加了 现在好了 我又加了两瓶水 这一共是酒瓶矿泉水 既然开始开火了 这里我们就开始烹饪 烹饪 这个开火的时候 就是刚开始大火 刚开始大火 然后就是 当它开了之后 就小火 小火 30分钟 然后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之后 不要给它煮完 关火之前千万不要开干 我这个方法相当不错了 看看这刚刚是早上煮好了之后 炒出来用冰块把它冰镇冷藏 晚上又换一片水 看看已经这个 人气已经很小了 但你没办法 怎么用这个 胖黄的 相当不错了 阿拉斯加红鲜 阿拉斯加红鲜 相当好 阿拉斯加红鲜 最后一道工具 煮后 泡发冷藏冰块 两天 成功 完毕 这种方法太好了 太棒了 值得推荐给大家 小小的海参 泡虫这么大个 而且我的容器有点小 下一次不能用这个 影响它的泡发效果 这么粗 这么长 这么大 真的很好 这个阿拉斯加红鲜 太棒了 阿拉斯加真是神秘的地方 财富财宝太多了 OK Good